哎呀,马上就要到除夕了 马上又该看春晚了 可是大家有没有这感觉 就对春晚没啥可期盼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近期年 我们的春晚节目 没有什么可看的 没有观众喜爱的节目 也没有能让人记住的演员 和内容情景 可是春晚作为中国老百姓的 传统的除夕年月饭 又是非常让人难以割舍 尤其是伴随着春晚一起长长过来的 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 大家有这种春晚的情怀 还是喜欢在初夕晚上 去守着电视去看看春晚 可是每每看了近期年的春晚之后 我们越发的感到 怀念过去八九十年代 那个时期的春晚 留恋那时的春晚节目 和春晚的演员 尤其是语言类节目 过去的春晚节目 都是以贴近老百姓生活 为主题为主线 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 你看啊 无论是吃面条 相亲和卖拐 都是讲的老百姓身边的事 而且就是那些小小的故事 就能产生大的效应 让人百看不厌 过去的春晚 每一年都会产生一句流行语 让人流传一年都不过时 而且歌唱的节目 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两首歌曲 让人经久传唱 你再看看当下近几年的春晚节目 虽然舞台大气了 效果上来了 但是节目的内容和质量 却下来了 全场晚会 给人一种乱哄哄的场面 演唱类的节目 很少有独唱 不是三五个演员 就是七八个组合 在一起演唱一首歌 而且有的时候 还把影视演员反串进来 去演唱歌曲 占用了歌唱演员的节目资源 那么舞蹈类的 也缺少那些唯美的画面 再也找不到像牵手观音 孔雀舞那样的好节目了 语言类的节目就更不用提了 那些小品相声 看不到有名气的老演员 内容虽然也是讲老百姓的故事 但是就是不说老百姓的话 总是想教一生一番 给观众上一课 所以啊 等等这些 就造成了当今的春节晚会 不受大众欢迎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春晚导致如今尴尬的局面呢 实际原因很简单 我们和以前的春晚 前后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主要原因就是一个 就是把晚会的主题 服务的对象搞混淆的 以前春晚的灵魂就是观众 观众第一 所以它的主题和服务对象 就是老百姓 因此那些编导演们 就挖空心思地去琢磨 怎样打造 让观众喜爱的节目 所以啊 那时的春晚 大多的节目都非常接地气 一句话来说 就是过去的春晚 是演给老百姓看的 而再看了现在 我们都不知道 春晚是演给谁看的 总是让人觉得 和老百姓有一定的距离感 所以整台晚会的效果 就给人种 总是在飘着 让大众难以接受 我想现在的春晚 不论是怎么换导演 怎么扩大演员规模 还是营造多么绚丽的舞台效果 这些都是次要的 只要能把编排的节目 处处考虑观众 处处考虑老百姓 那么不论你的节目 大和小多和少 就一定能受到老百姓的喜欢 那么当年 让人喜爱的春晚风格 还是能够找回来的 好了 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希望 今年的春晚风格 能够有所改变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